有的人借望希望这几天的降雨 甚至之前的台风的降雨 能够疏解台湾的干旱 有点希望落空了 因为梅雨季即将在6月底就要结束了 但是就算之前有莲花台风 有南卡台风的生成 但是对台湾带来的降雨量相当的有限 为什么梅雨季几乎降不出什么样的雨呢 如果我们来跟过去做比较 可以发现5月份尤其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5月份台湾几乎没有降下梅雨 平均降雨量只有39.4毫米 是台湾百年以来同期降雨量最少的第四名 你可以看到跟过去的平均雨量比较起来 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5月份 今年5月份的明显的少了很多 6月份稍微好一点 6月份包括了在中部地区 还有在东部地区的降雨量 比起过去的往年平均量稍微增加 但是这个短暂停留的一些梅雨封面 其实对于北部地区的干旱来讲 疏解力道并不太够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问了 为什么梅雨不来呢 讯上专家说 非常有可能跟整个印度洋的失衡有关系 造成了南海水气不足 所以没有办法构成了冷暖气流对峙的梅雨封面 那么有关于梅雨没下雨 到底怎么回事 接下来的专题报道为您细说分明 这是一个科技被无限上纲的时代 但是 遇到了百年大旱 追求科技的美国人也只能无助的祈求苍天 天降甘霖 庙宇里 鸟鸟青烟沉载的 也是台湾农民的阴阴盼望 今年的梅雨似乎不太留恋台湾 只有两道滞留封面 短暂停留 在莲花台风席台之前 梅雨季已宣告结束 回顾天气云图可以看到 第一道滞留封面 以及第二道梅雨封面 全都落在六月份 也就是说 整个五月都没有梅雨的踪迹 平均降雨量仅仅39.4毫米 是台湾百年来五月份少雨的第四名 梅雨带来的丰沛雨量 仅次于台风 占台湾总降雨量的26% 每年五六月 正值春末到盛夏的季节交替 冬季盛行的东北季风 和夏季盛行的西南季风 汇合而成滞留封面 而当它移动到台湾上空时 就是台湾梅雨季节的开始 称之为入梅 当六月底时 梅雨结束称为出梅 目前只有日本气象厅 仍旧维持这项传统 台湾的中央气象局 早已经取消明定入出梅的日期 只盖瓜德把五六月定为梅雨季 会有这样的改变 是因为台湾民众 对于精准预报的要求 越来越高了 因为气象人员他有压力的 如果他给他自己都把他定量这么死 他报得准 社会当中不会给他掌声 他稍有事物 折然士气 前阵子大家都还在谈论 今年的梅雨是否来晚了 但事实证明 由于南海的水气不够旺盛 让冷暖气流无法对质形成梅雨 所以今年的梅雨 不是来得迟 而是迟迟不来 也就是所谓的空梅现象 今年在南海的这个地方 水气很不旺盛 可是南海为什么水气那么不旺盛 这个其实是跟 可能跟整个印度洋有点关系 包含海温两边都有异常 印度发生这个热浪 将近一两个月都三四十度 然后包含这个 印度北方也发生一些干旱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是印度洋里面 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了解的 这个因素所造成 对于大自然 人类还有太多的未知 但干旱事实摆在眼前 过去的一百年来 前二十名干旱年当中 有九次是明显缺少梅雨造成 十四次是缺少台风 包括今年二月 台湾也创下百年来的最高温 全世界这几个月来 不断地创下新高温记录 持续的破坏 让地球持续暖化 这是否也是造成梅雨不来 气候脱续的原因 这些疑问 科学家都还在找答案 但最终可别落得学者 悲观预言的下场 梅雨如果它不来 那不得了 我们现在就要靠等到 祈祷台风会来 第一次是 祈祷的 带你 付箱 这里 带你